澎湖科技大学在学生活动中心举办的110年度毕业典礼 由校长黄有平主持 政府议长刘成昭林、陈双全、马公市长叶竹林 以及台北捷运董事长李文忠等贵宾以及师长都到场祝贺 祝福全体704位毕业生迈向更璀璨的未来 毕业典礼上受到疫情影响 家长明显减少,校方也以直播方式传达毕业典礼 今年共有704位毕业生顺利取得学位 在这里我也要非常诚实地邀请我们各位同学 不管是从台湾本大来澎湖这边就读的 有很多经过这四年或许还有一些来这边读 硕士班的可能会面临要回到台湾 不过彭湖这块土地我觉得还是我们也一定要一直有建设 一直有发展 还是很诚实地要请我们各位同学 如果从这一块这个学校踏出校门 也期盼你们可以留在彭湖 到彭湖先议委来找我找副议长都可以 还是到彭湖先政府来看看县长跟县长讨论一些 我们彭湖一些需要因心应可的事项 这我想在座的各位经过这些年来的催眠 不管是在专业知识的领域还是生活的催眠 大家都有一定你们一定的看法 所以欢迎你们加入彭湖的两边 校长在今年年初他带领了一些教授 跟我们县政府讨论了一些事情 包括养殖方面 包括物流的行销 包括观光淡季怎么样去促销 那么这些都给县政府提了很多建议 那么我们也讲了三个月以后 那么大家第二次的会议 每个三个月都有一个讨论 那么这一点是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产关系的模式 这一点我特别在这边感谢校长 校长黄有平也表示 在正式接任第八任的校长之后 期盼一定要让全校的师生 走路五红为迈向岛屿产业 应用型科技大学来全力充施 当然更要恭喜我们今年所有的毕业同学 经过师长的尊尊教会 今天能够顺利毕业 迈向我们生产第一个旅程 今年全校总计有704位同学 获班硕士学位或学士学位 去年全校师生 让我有机会来学校跟大家一起打拼 8月1号正式就任第八任的校长 即期盼我们一定要让全校的师生 走路有空为迈向岛屿产业应用型的科技大学来全力充施 今天是我担任校长的所办法的第一张毕业证书 在各位的毕业证书上印上了校长的名字 对我而言更深感到对所有毕业同学的承担还有承诺 典礼当中也特别邀请北杰董事长李文中专题演讲 鼓励毕业生大照精彩未来 今年的应届毕业生704位 全体毕业生最后在温馨隆重的气氛当中 由各班老师进行剥岁以及学生举功谢师典礼之后 也在毕业典礼抛冒欢乐以及感恩声中 为今年的毕业典礼画上完美句点 记者王海龙报道